跟各位专家 还有那个各位同行 然后交流一下 风火通信和Face0 对于这个 三干光播画 或者三干技术 下一代眼镜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先花可能一分钟的时间 简单介绍一下 武汉Face0 武汉Face0是 因为大家对风火通信 可能也比较熟悉 武汉Face0是风火通信 朝伯打断一下 这边好像还没有全屏 好像有点慢 现在是你那个菜单 还显示那个菜单 什么 全屏模式那个菜单 还没有切到全屏模式 那我 因为我是PTF的 这种 我这样翻可不可以 OK可以 你要不先这样翻吧 全屏好像是当时 刚才没有全屏 好的好的 武汉Face0是 风火通信的一个 全资的子公司 然后目前来说 有400多的研发人员 然后可能绝大部分 都是硕士以上的学历的这种 设计公司的一个人才构成 然后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主要是去解决 风火通信 在光通信和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一些需求 去给风火通信提供这种光模块级 光气件级 光芯片和电芯片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的总部跟风火通信一样是在武汉 然后国内有四个研究所 武汉 西安 成都和苏州 然后在海外 在美国的硅谷 然后在欧洲也有两个万言所 然后聚焦到今天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相干的这个领域 我们目前也给风火通信 包括给行业的各位其他的同行 然后也提供我们自研光模块 现在是已经发布或者说即将发布的光模块 光气件的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全系列的从CIP2到以后即将发布的QDD 200G 400G光模块的解决方案 还有我们相干光模块里面会用到的 比如说这张图里面的这个收发集成400G自研的归光气件 还有后面我们会用到自己的一个400G DSP的一个气件 气件级的解决方案 好 下面就开始进入我的这个一个报告 刚才各位专家已经讲的比较多了 就是说相干技术其实它应用本身的话 传统来说它是在长距离传输上去应用的 因为可能主要是因为相干探测本身 它会相较于指导质点来说 它物理上会有更高的一个性造比 然后从右面这张图上 右面这张图可能只画了一半 前面几年没有画 其实相干光模块跟传统数据中心相模块 相比来说的话 它的容量提升没有发展度快 可能前面很多年都是100G主导的市场 然后也就是从去年开始 200G的用量开始超过了100G 然后但是往后面去看的话 400G 800G这种发展非常的迅猛 并且会长期的共存 然后现在400G其实已经在有一定规模的在应用了 然后每年我们预计可能年化 根据这种调研机构的这种分析 年化可能有40%以上的增长 然后800G级以上可能会有50%以上的年化增长率 另外一个趋势刚才也提到了 随着这种单波容量的不断提升 然后相干光模块的应用也开始逐步的下沉 从可能原来的100公里到80多公里到1 甚至更短的距离 然后刚才联通的专家也提到了 不只是这种单波的这种下沉 还有一些低成本成域拉远或者边缘的这种下沉 也是一个目前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然后另外来说从应用上来看的话 其实数据中心或者说相干下沉的一些应用 和长距离传输 其实它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对电信运营商来说 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 不是单模块的容量 可能他们更关注的是 单根光纤的一个传输的距离和容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虽然相干光模块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高阶调制 我们可以去提升更多的容量 但是对于长距离传输的话 就刚才沈总提到的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使用低阶的调制 比如说是QPSK去实现一个更长距离的传输 或者说是用TS16CAM或者16CAM去兼容容量和传输距离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 随着单个模块容量的提升 或者说随着波特率的提升 其实我们的这种通道间隔 或者说我们这个单根光纤的容量 并没有通道间隔是在不断的也在同步的提升 这样的话我的单纤的容量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提升 所以尽管来说当前200D的QPSK或者说400D的SLUKAM 已经在批量的应用 但是下一代的话 如果就是说去真的去提升我的这个整个光纤的一个容量 或者说去提升我客户更更需要的这种锐齿和这种光纤的容量 我们可能还需要同时去提升整个光模块的一个整体的波特率水平 可能要从64提升到100或者说100G波特率以上 然后从工度波长范围来说的话 可能C波段不够 我们要把它进行扩屏 可能要去覆盖C C加L或者说是更长的一个功能范围 但是对于短距离或者说相干下沉的一些应用来说的话 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个是模块形态 我们可能不会去接受不可插拔的 模块形态 必须要去给我们的客户去提供可插拔的一种模块形态 我们会更关注美比特的成本 然后这个模块的容量要更大 我们要更关注美比特的成本 然后更关注整个模块更低的一个功耗水平 然后下一代光模块的一个发展趋势上来说的话 首先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模块的一个封装形式 这种板载的这种MIC的光模块肯定会继续存在 但是它可能会只会在部分的一些特定的场景 比如说去一些非常高性能的非常高容量的一些特定的场景 可插拔的相干光模块肯定会主导整个市场 那这个技术驱动力来说的话 可能目前来看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DSP工艺节点的眼镜 先进节点的眼镜从40、28、16、71到后面的5 甚至说更激进的一个工艺节点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光器件的集成技术 我右上角这个图大约列了一下 就是可能很多年以前MIC的这种光模块 可能现在也在使用 可能里面都是一种分立的光器件 分立的DSP 分立的激光器 磷酸里体材料的这种调制器 驱动器 还有这种组合集成的这种ACR 这种模块形态其实是非常难以演进到 后面的这种CIP2 或者是后面DD为主的这种模块形式上去的 所以当前这个节点 比如说64亿波特律的今天 可能大部分用的都是集成光子的技术 分支的话可能是用硅光技术或者英零技术 硅光的话可能有两种技术路线 第一种就是说 我用硅光子的技术 把驱动器 放大器 然后调制器和接收部分集成 把anti-array和DSP放到外面 这个可能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可能会更激进一些 然后把DSP芯片的裸带和灰光 其他的部分和电信片进行集成 然后用2.5D或者是MCM的方式 实现一个更高的集成度 我相信这个可能会在QSATDB 或者说去更低功耗的一种场景 会有优势 然后还有一种技术 是英零集成的技术 它可能把DSP放在外面 把激光器和所有的收发组件 进行一个集成 那么在64G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我们相信目前来看 硅光子和英零技术 是处在一个激烈的竞争中 可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 或者说不同具体的计划方案上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目前是成为一个主流的技术平台 但是随着光模块 这种波特率进一步的演进 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材料体系 没有机会 下面做报告 应该是光阔的周博士 我们就觉得可能在 188G的这种材料 这种平台下 可能薄膜尼酸里的材料 因为它可能在 体材料的情况下 材料体系非常的大 可能薄膜尼酸里的材料 后面可能也会 会具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制 和兼容部分的这种 小尺寸的优势 可能有它的一些竞争的一些潜力 所以在188G波特率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体系 会加入这个竞争 另外一个就是 下一代香港光模块的 一个带宽需求 一个趋势 就是说 当前的主流的波特率水平 可能是停在64G波特率 当然也有一些 90多G波特率的解决方案 但是如同刚才提到的一样 其实188G波特率 或者说是400G长距离传输 比如400GQSK 或者说800GZR 其实90多G波特率 并不能满足全部的性能需求 也并不能解决传输距离 和单线容量的问题 我们觉得高波特率器件 已经成为目前的一个 一方面是一个必然诉求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已经成为发展的一个瓶颈 所以后面一定会切到 更高波特率的水平 我们可能会 作为可能系统 那个设备上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会更prefer 188G波特率的一个 波特率需求 然后具体来说 对于带宽的需求来说的话 可能不同的途径 有不同的观点 OF的制定的标准上来看的话 对于Highball的CDM 可能要满足188G波特率的水平 它可能提的要求是 3dB要达到75G赫兹 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要更多的去关注 端到端的一个带宽的 一个物理带宽的一个诉求 然后去同时去均衡 你的带壳 模块的封装 你驱动器本身带的带宽 你调制器的带宽 你PDTI的带宽 ADC的带宽 和这种期间整体封装的一个水平 我必须要从整体端到端的一种思路 去关注整个系统链路 对于带宽的诉求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可能目前小信号提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 整个链路上大信号质量的一个水平 可能一个大信号的一个带宽曲线 可能更为的关键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 全频域的一个质量特性 比如说我们需要关注的 不只是3dB带宽 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6dB带宽 需要去关注它的Ruleoff 还有这种带宽曲线的形貌 这些可能对于这个 大信号的质量 还有全频段带宽曲线的一个质量 可能对于188级 这种超高不测率的一个性能体现来说的话 从我目前做实验和仿真的结果上来说 可能比S2要OF定义的 可能还要关键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容量的需求 相干下沉有很多需求 一个是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乘域拉远的一些低深版相干 低深版100G 200G的相干 也有一些就是800G 10公里 或者说是1.67 可能往更短的 这种低深网络的一种下沉 但是这种下沉的话 无疑会用到这种高阶的调制 因为我不需要传输这么长的距离 但是可能有一个误区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其实 往下去下沉 它对整个全链路的一个带宽 对全链路光旗舰的一个水平 这个性能的水平 可能要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对于光木框来说 我们需要去补理更高的一个带宽响应度 去处理更复杂的一些应用的诉求 第三个下一代光木框 特别是长途应用中 我们会更关注的 就是说对工作波长的一个诉求 后面其实很多人谈到800G 或者是128G波特率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去聚焦在带宽的实现 或者说去更多的去聚焦 怎么去处理这种高阶调制 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 其实工作波长的难度 我觉得跟128G波特率的难度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在某些场景可能会更难一些 首先这个诉求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我要去提升单线的容量 另外来说可能要说几点 一个比如说是安西尔的响应度 安西尔的响应度 可能对高阶调制 或者说是对这种更高波长来说的话 要求会非常的高 因为我要去同时覆盖这种 模块和器件的这种响应度的带宽的提升 可能要从64G波特率提升到128G波特率 同时我灵敏度还要在进一步的提升 因为所有的材料 包括英零体系 可能在C架R波段 在R波段都会下降 尤其是这个指挥材料 用硅光体系去实现128G的情况下 它的响应度水平会下降的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 本来提升带宽就会降低响应度的要求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响应度的提升可能会对 整个光模块在R波段应用会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如果要去把现在的工作范围 从152级到156级 然后提升到152级到161级或者2级 那可能会有一个高达80纳米以上的工作范围 其实这个工作范围对所有无缘基建的一个损耗 对目前不是特别成熟的硅光或者英零 这种生产能力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挑战 我们觉得会无疑会提升芯片或者基建的成本 那么后面就是相干下沉 就是今天报告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主题吧 就是说相干会下沉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是一定会下沉 然后左边第一个图就是说从同样的物理带宽的情况下 首先相干技术无疑 因为它可以去更多的去利用相位 或者说去利用天真的信息 它肯定会去带来更大的弹幕容量 然后相干探测本身又有更高的灵敏度水平 会有更好的link budget 肯定会相对来说我去传10公里 或者说去1.6T传个更短的距离 肯定会被提到之间要更简单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就是Akisha最近也提到过很多 这个图应该比较精简 就是说模块容量的提升 我觉得相干一定会下沉 并且实际上相干我觉得技术也一直在下沉 从这种几百公里的这种MAC 或者几千公里MAC 到这种几百公里级的CIP可能比较短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成域的CIP2 或者说是一些交换机直接受采光 或者说是更接近一些的这种QDD的这种封装形式 相干技术一定会下沉 那么它的边界或者说我们可能讨论比较多的八百级十公里 它会成功吗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这个图可能 类似的图可能在不同的这个报告里也有看到过 可能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像八成一百级的方案 或者说是单波两百级直调直检 用四个波长的方案去跟传统相干去比的话 那么无疑从复杂度上来说 一个anti-LA的复杂度肯定是要比这种DFP要高 然后这种相位调制 然后要复杂的这种APC锁定的这种调制器 包括包含了混平器的这种anti-LA要比这种直调直检的那种复杂度要高 而相干的DSP肯定是要比这种直调直检的这种复杂度要高 这种可能搭建的比较多 但是我可能还要再换个角度 就是说成本来说的话 不行跟复杂度相关 其实复杂度从我的角度来说 不大不会引入直接的成本 因为你只要批量化了以后 复杂度只是技术难度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成本的角度去看的话 可能不只是芯片的构成 可能还要去考虑器件的封装 我觉得虽然可能现在这种4成200G 可能现在是用的4个激光器 但是它的封装形式比较简单 我觉得它的成本还是要比这种 相干的这种anti-LA要便宜很多 并且可能后面还会有些非科技 比如说宁选里薄膜 低损耗宁选里薄膜的使用 可能射成200G 我可能用一个或者两个DFB 那么这样的话直调直检的优势会更加的明显 那相位的这种调制器 不管是从 虽然它是用一个调制器 然后这个4通道的这种200G 是4个调制器 但是实际上来说 我们本质上比的是面积 我们成本比的是面积 我觉得相干的调制器面积 一般来说要比直到之间还是要大 ICR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从成本构成来说的话 目前传统的相干方案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相干技术 特别是现在我们去讨论800G 或者是1.6T 这种大容量的下沉 从技术实现上来说 它一定是更容易实现的 这种它一定会下沉 但是我觉得什么时候去替代 我觉得传统相干方案 目前的复杂度 成本和功耗 非常难形成优势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说 相干会下沉 但是传统的相干方案 目前没有这种明显的见证力 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就是说一定需要简化 一个是从方案级别的话 我觉得要去做简化 模画形态要去做一个 要去做的 更小型化 要去演进 然后激光器可能要去简化 我可能没有必要去做 这么高线宽的激光器 我可能没有必要去做 支持这么宽工作范围的激光器 我可能要去简化 它的这种封装的要求 简化DSP的算法 简化所有光器件的一个 指标和规格 我觉得相干如果要去跟下面去 要跟直照之间 在后面要去做激烈的竞争 不能指望着这个 直照之间解决不了问题 一定要去非常积极地做简化 然后我觉得有几个方向 需要特别的注意 首先就是说 我觉得相干 技术力如果要大规模应用 相干光器件 目前的这种封测的成本 封装和测试两部分的成本 一定要大幅度的降低 这个可能是它 大规模应用的一个前提 第一个图 其实是Ambium当时 做了一个示意图 但这个比例 我觉得肯定是 不同的应用场景 是不一样的 但整体来说的话 光器件的封测的成本 占比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相干光器件 过去长时间 用的这种 细密Goalbox的封装 它的封装成本 占比太高了 当然这是基于可靠性的考虑 所以目前 最近很多年 其实相干光器件变化的 封装变化非常大 一个是集成化变化很大 另外一个就是 封装形式变化也非常的大 其实从一个角度上去 说话集成化 比如说把CDM 和CDM集成在一起 把激光器集成在一起 或者说把DSP集成在一起 它解决的不仅是一个 模画尺寸的问题 我觉得本质上解决 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因为它可以去简化和少用 很多很昂贵的封装形式 然后另外就是 硅光器技术 目前的一些应用 它可以去采用一些 非亲密的 然后这种BGA的 用陶瓷机板 或者说有力机板的封装 后面有可能会学习和借鉴 非相干领域 也就是这个数据中心领域 用的比较多的 COB的封装形式 这个可能是未来降成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相干下沉 如果要大规模应用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 简化架构 简化架构和简化 对器件的一个要求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要去简化封装 要进一步的提升集成度 要降低封装的占比 采用更潜意的 在保证可靠性的情况下 采用更便宜的 然后更加可以大规模量产的 这种封装形式 然后去降低整个器件的成本 因为从光幕化来说的话 器件成本的占比是最大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测试的流程 因为相干光幕化坦白说 内部的测试流程非常复杂 它涉及到DSP 驱动器 调制器的相关的一些参数的一些 相互的一些调优 包括调制器的一些控制 所以在产业链开发来说的话 可能要去拉通整个测试流程 降低这种 因为测试大额成本的增加 去拉通和进一步的提升 自动化测试占比 我觉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够推动相干技术 大规模的降低它的成本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技术 就是可能要去提升 整个光幕化的算法和协动设计 其实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相干光下沉 看起来其实是要去做一个低成本 但是我们目前 我们其实风偶和菲斯林也做了很多研究 包括目前可能用的比较多的 这种64G不足利的器件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400G十六抗 比200G QBSK 就是短距离的传输 相对短距离的传输 比长距离的传输 很多方面技术规格会更高 它的吸引度要求会更高 高阶调制 这只是十六抗 高阶调制带来的这种 APC的锁定难度和代价会更高 它的灵敏度代价会更高 然后它的这种芯片的良率会更苛刻 然后它对整个系统稳定 包括这种控制算法的一个稳定度 包括生产制程也会要求更高 所以来说的话 简化相干 包括一些DSP算法的一些简化 无疑会对光器件的一些指标 提出更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 我呼吁是 我的想法和呼吁是 我觉得光器件可能要对相干下沉 要做特殊的优化 如果说在一些波长数比较少的场景 那我是不是对那几个波长 做一些特殊的优化 或者说我在工厂加工 器件封装 模块生产整个流程 去做一个更智能的管控 去提升整个的良率 我觉得这个是简化相干 和相干下沉以后 可能会必然会带来的一个技术挑战 也是影响成本和良率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是相干下沉 能否真正成功的一个 另一个技术性的关键 总结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代相干的技术 目前可能聚焦更多的是 长距离传输 近距离向短距离传输 和渗透的非常的明显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 200G和400G的时代 未来一定会以CIP2 或者PUI CIP PASAMA作为主导 然后从波特率来说的话 超高波特率的光模块 未来几年会非常高速的发展 但是同时对这种高速率 集成度智能化水平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相干下沉一定会成为现实 但是不是现代的相干架构 一定要在相干的架构方面 在它的模块 封装和光旗舰成本上面 做出比较多的优化 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提升 才能跟MDD指标指检的技术 进行规模化的一个竞争 我这边分享结束